江苏大闸蟹终于在中秋节过后来台上市了 因为今年天气炎热 大闸蟹近时少 业者担心螃蟹不够肥美 所以才延后快一个礼拜再不劳 搬开大闸蟹壳 饱满的蟹黄和白嫩的蟹肉 令人食指大动 引颈期盼的江苏大闸蟹 终于在中秋节过后来台上市 业者依照大闸蟹的重量一一分类 其实今年大闸蟹产期比往年延后 因为今年的夏季 高温长达40多天 大闸蟹减少进食 成长缓慢 所以业者捕捞的日期 也比去年晚了5天 阳城湖和太湖是江苏省大闸蟹的重点产区 江苏大闸蟹风鸣台湾市场 但2006年因为被检验出 含有致癌物质 遭到农委会禁止进口 直到去年才回复 业者表示现在会加强抽检 为了保护我们养殖户的利益 也是保护台湾消费者的利益 所以我们制定了 我们主控台湾的一个标准 锁定台湾市场 江苏大闸蟹业者 设立直接供应台湾的养殖基地 俗话说秋风起蟹脚养 这秋季一到 随着大闸蟹来台 想必涛客也跟着心扬扬 联合报五复乡江苏报道